奶牛也需要美甲吗 其实奶牛的牛体甲跟人的指甲类似是一种角质 如果长时间不休体 奶牛的剖形会增多 产奶量也会下降 为了让两个提瓣受力均匀 让奶牛走得舒服 奶牛美甲师这个职业就诞生了 近日中兴社记者来到了有着3000多头成年奶牛的上海金山奶牛厂 实地采访了这里的奶牛美甲师邵长亮 我叫邵长亮 今年32岁 2012年开始在金山牧场从事奶牛休体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对奶牛的肢体进行预防性的整修和肢体病治疗工作 九年来邵长亮直面奶牛的真实生存状况 感受这些庞然大物的喜怒哀乐 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专属的休体秘籍 在休体现场 记者看到邵长亮将搓刀一开 碎靴翻飞 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 休体师邵长亮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对象则是一群刚挤完奶 吃完早饭的黑白花大奶牛 整修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奶牛体重的平衡 让奶牛正常舒适的行走 我们每年进行两次整修 每月进行奶牛肢体评分和体育护理工作 修体也是一门技术活 消多消少都有讲究 望闻问切 这本是中医诊断的四种方法 在奶牛美甲时邵长亮这里 却成了给奶牛美甲的四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根据发现 我们每个月对牛进行肢体评分 评分之后把需要修的体 还有需要修的牛我们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之后再进行整修 就是出现坏脚症状的 提前给它修掉 基本上先摸一下 防止它替人干嘛的 像现在我们修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它走路姿势 像提病的牛就是敢抬不敢踏 如果是关节的摔伤的话 就是敢踏不敢踏 因为蹄子有问题了 它就不愿意走 不愿意走的话 就不吃东西的话 它奶量就会下降 烧长量简单算了一下 三千头牛一年两次修体 再加上一年有一千头左右的提病牛肢 它一年大约要修七千头牛 近三万个提子 工作了九年的它 已经修理了二十七万只牛蹄 烧长量介绍说 每年夏天是最忙的时候 气温变高容易导致细菌滋生 蹄病的发病率也是一年中最高的 而相比耕牛 奶牛由于运动量小 蹄部不能正常磨损 出现变形蹄和病蹄的几率相对较高 因此在饲养过程中 必须要定期给奶牛修蹄 每当我站在赶牛过道上 看到奶牛拥有健康的提子 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的心愿是让每一个奶牛 都有一个健康的提子 虽然我的工作很平凡 但在我今后不断地努力学习 我相信我们的奶牛肢体会更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